除了第一课所说的迟到现象以外 还有手机足跟拖延症 这两个现象都属于都市流行病 对于拖延症 我认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拖延症的患者 像是今天正午12点丢的作业 我早上9点半才开始做 这样子的后果可能就是我会完成不了作业 那如果我完成不了作业的话 我的成绩就会不好 又或者我会去跟老师求情说 老师您好可不可以让我晚一点教 如果就算是老师答应了 这样子不仅加到了老师的工作量 可能还会影响到班上别的同学的进度 然后不只是完不完成作业这一件事情 像我觉得早上起床 然后这件事情也是一个拖延症的一个部分 如果就是有时候我会赖床 这会导致迟到 然后早上一直都起不来 不到最后一刻 我都不起来收牙洗脸 然后出门 然后每次都总是他在50分才到学校 就是一定要踏准最后一刻 我觉得这样也算是拖延症的一种患者 我觉得我算是轻度的了 就是我虽然只是拖延 但是我没有到迟到 但是如果再严重一点的 就会导致像第一课手说的迟到这个现象 然后关于手机组的话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 特别是我觉得到30岁以下的吧 现在都是属于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像我们如果是上学的孩子的话 在中国可能上课就会刷刷朋友圈 刷刷微博 然后像在外国可能大家就刷刷脸书 刷刷推特 然后我觉得上课的时候玩手机 其实也不能说是影响到很多其他人了 但是对于自己来说 就是你上课玩手机 你就会听不到老师的 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教你们的知识 然后老师 我看老师对这种现象也是非常的无奈的 然后甚至有些同学用电脑在刷脸书了 然后如果这样做的后果 就免不了最后没有学到知识 然后考试考不好 这就算是自作自售了 只不过就是上课玩脸书 这种现象只不过是一个非常不严重的了 我觉得像是我看有一些年轻人过马路的时候 都在玩手机 这就不只是影响成绩的问题了 这会危害到生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比拖延症还要严重 要说就那么多 谢谢